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4年8月12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还跟大家聊一下这一届的巴黎奥运会啊 因为呢,巴黎奥运会啊,昨天就已经是闭幕了 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说这个巴黎奥运会啊 等到下一次的时候呢,可能就没多少人关注了 所以现在我也是蹭蹭这个巴黎奥运会的热度啊 最后一次蹭她的热度了 今天呢,我们来说什么呢 说这一届奥运会当中名声大噪的一个中国女运动员啊 这次奥运会上面啊,她名声大噪啊 堪比是这个上一届的冬奥会古爱玲的名声大噪啊 这就是21岁的网球女单冠军郑亲文啊 可能有的网友会说,哎,我可能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她 那有可能说呢,你这个人群啊,对她不是特别了解 我想呢,对于网球运动员的关注呢,可能年轻人会比较多一些啊 那么这个郑亲文啊,今年只有21岁啊 这是她第一次夺得奥运冠军啊 奥运会的冠军,她才21岁嘛,对吧 这个呢,是非常的正常啊 但是啊,网球这东西啊,在中国,它是属于这个小众的啊 不是那么的普及 所以啊,她的夺冠啊,在中国是属于一个突破 那么对于整个亚洲来说呢,其实也属于一个突破啊 因为网球这东西,它真的是西方人玩的一个运动啊 但是呢,以后啊,估计打网球的会越来越多啊 那么与这个郑亲文呢,就有关系啊 我现在发现啊,这个郑亲文是名利双收 和这个郭爱玲一样 我突然就发现啊,虽然说呢,2024年啊 她夺得了奥运的冠军啊 但是呢,她已经是非常有名了啊 福布斯发布的2023年啊 全球运动员年收入排行榜里面 竟然是她排15名哎 你能想到吗 那么郭爱玲呢,是排第二名的啊 第一名呢,是一个叫斯瓦泰克的网球运动员 她的年收入是2390万美元 而第二名呢,就是这个郭爱玲 她是2210万美元 她是滑雪运动员 2210万美元是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呢 如果你按1比7来算的话呢 她就有1.6亿人民币啊 一个小姑娘啊 一个运动员啊 她一年的收入,2023年啊 获得的收入呢,是1.6亿啊 第三名呢,也是一个网球运动员 叫高夫网,她的年收入是2170万美元 第四名呢,还是网球运动员 拉杜卡奴,1520万美元 第五名还是网球运动员 大阪之美,一看就是个日本运动员啊 1500万美元 第六名呢,是萨巴伦卡 也是网球啊,1470万美元 第七名呢,是佩古拉 也是网球啊,1250万美元 第八名是大威廉姆斯 他呢,也是网球啊,1220万啊 第九名呢,是一个体操运动员 莱巴基纳,他是950万美元 那么第十名呢,是一个高尔夫的运动员 费尔南德斯,880万美元 那么郑亲文呢,他是排第十五名啊 他是720万美元 就是说啊,2023年啊 他的收入已经是720万美元了呀 720万美元,这家伙 也是半亿人民币啊 就这个郑亲文啊 如果你看过他的比赛啊 你会看到他啊 就是个高,身材好,网球运动员嘛 对不对 那么他的皮肤呢,是非常的健康啊 那么西方的那些品牌啊 肯定他们喜欢这样的啊 他们不追求那个肤白 甚至呢,他们都不追求肤白貌美啊 不追求我们中国人认为的那种美 他们比较喜欢那种呢 有棱角,肤色呢 比较健康的这种美人啊 这种美女啊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郑亲文啊 他这夺冠之路也并不容易啊 他的故事呢,其实也非常的励志啊 他除了有这个网球天赋以外啊 像这些世界冠军啊 在世界上最好的啊 你甭管你做什么啊 就是说你如果是顶尖的 世界顶尖的话呢 一般的来说 你得在这个领域里面是有天赋的啊 你还别说是打网球了 就那厨师什么的 你要是说全世界顶级厨师 那也是有天赋的 对不对 天赋是第一的 然后呢,就是努力了 不是谁说的吗 就包括科学家啊 埃迪生啊 说这个成功啊 是2%的天才 加98%的努力 那么作为郑亲文来说呢 我们可能啊 已经听说过他的故事了 他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 一度好像是在六七岁的时候吧 他爸爸就说 这个孩子啊 他没有天赋啊 我们不培养啊 结果这个小郑亲文 就求他爸爸说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是他从小啊 非得要打这个网球的啊 你要知道啊 这个打网球真的是 是一个非常苦的事啊 说他从小的时候啊 每天早晨都得四点钟就起床 四点钟就起床 这一天当中呢 都是训练啊 当然他在上学的年龄阶段呢 肯定还有学习的时间啊 那么他们家培养他需要很多的钱的 我看到呢 有业内人士啊 就评价这个郑亲文啊 就是说要培养一个像郑亲文这样的世界冠军啊 起码要花费超过两千万呢 郑亲文呢 他有一个故事呢 也是人尽皆知啊 可能早就公布了啊 就是呢 他爸爸为了培养他 把他们家的这个房子都卖掉了 就是为了培养他 花很多的钱 有记者采访这个网球俱乐部的投资人啊 这个网球俱乐部投资人就说啊 职业化道路与普通的兴趣班可不一样 拿到顶配资源的训练团队一年的费用 在两百万元左右 郑亲文呢 则是可以拿到一些顶配资源的 有种说法啊 培养郑亲文的费用达两千万元 我认为顶配资源的投入费用相对于两千万元而言 只多不少 这个数字呢估算啊略有些保守 但是并非每一个走入网球训练道路的孩子 都走职业化的道路 有很多呢 可能就是业余爱好一下就得了 另外呢 就是郑亲文啊 相当的自律啊 除了说每天早晨啊 四点钟就起床训练以外啊 说他这一年当中啊 说三百六十天 这报道说三百六十天啊 那有五天的例外吗 难道啊 说三百六十天啊 只吃西兰花和鸡胸肉啊 零食啊 饮料啊 一概绝不踏实 非常非常的自律啊 成大事的人啊 都得有自律啊 那种任性的人啊 永远都不可能成大事 你就是特别的自律啊 你都不见得能成啊 对吧 你自律不见得能成 但是能成的一定是自律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啊 我呢 有一个朋友啊 他那个女儿啊 他从小也是喜欢跑步啊 我记得那回我的朋友看我说啊 他的女儿那会儿是上初中啊 还是高中的时候啊 在多伦多跑了一个第六名啊 就回来哭啊 就跟他哭啊 过不去了 就第六名啊 我朋友说你哭啥呀 全多伦多咱们跑第六名还不行啊 这个成绩多好啊 就父母啊 为你也特别的骄傲啊 不行啊 这孩子不行 哭的不行了 第六名 天天的风雨无阻啊 出去锻炼啊 出去训练啊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毅力啊 那么郑亲文这回啊 最打动这个全国人民的是什么呢 就是啊 他打完了以后啊 他是说 我把国家利益也放在最首位 只要国家一声令下 我还能再打三小时 这句话呀 让全国人民就特别的感动 这回他在奥运会夺冠之后啊 据说他的身价暴涨 估计在2024年啊 他这个代言啊 起码能超过一千万美元吧 应该是直逼谷爱玲啊 肯定会抢走一些谷爱玲的代言 因为那些代言就是那么多 对不对 这女运动员的这个代言 对不对 你给这个郑亲文 那有的人就得失去了 那个失去的是谁啊 那里面肯定是包括谷爱玲啊 我突然就明白啊 为什么谷爱玲啊 就今年的奥运会 在奥运村里面到处去穿梭啊 有的人是说他是蹭热度啊 我觉得啊 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啊 是不是啊 他得保持他的这个知名度啊 代言这个东西啊 他就是一个知名度啊 产品呢就是通过这个运动员来打知名度 那这个运动员你就得有知名度啊 对不对 所以这谷爱玲啊就到这个奥运会啊 还去参加一个项目啊 是不是假不假事的咱们也不知道啊 你提前三个礼拜才训练去参加啊 这种好像听起来啊 有点像这个不是真心的是吧 那么被很多人认为呢 他去蹭热度啊 这也是不无道理的 不过呢 这人真的是啊 多少钱是多呀 对不对啊 谷爱玲现在是1.6亿啊 就是0.6亿还不行啊 是不是 不管怎么说啊 像郑亲文啊 谷爱玲啊 他们这种名利双收啊 对于很多的家长啊 肯定是一个鼓舞 对不对 家长把这个故事呢 给孩子们讲一讲啊 那么对于孩子们来说呢 就非常励志啊 有多少孩子会把这个 郑亲文和谷爱玲当成榜样啊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